眼看驾驶边开车边用手机 车速还忽快忽慢 远景立刻拦下白色轿车 才刚靠近就闻到浓懂酒味 虽然驾驶配合交出证件 但要求他进行酒测却被拒绝 说什么就是不愿意酒测 似乎有些心虚 事发地点在台北市东区街头 日前凌晨4点多 驾驶酒驾在朋友上路 但他们其实来头不小 驾驶就是PLG直篮蒲原领航员球队 当家前锋33岁的周怡翔 同车的还有新北国王队 当家小前锋吕正如 两人似乎都喝了酒散发酒气 但周怡翔拒绝酒测 除了被开罚18万元 也当场被调找扣车 为此球团回应 周怡翔的不良行为 严正违反球团管理规章 及合约规范 周怡翔自觉辜负大众期望 提出自请离队要求 经本球团同意 即日起终止合约 周怡翔也在个人脸书发表声明 说身为工作人物 本该带给社会正向能量 树立典范 自己却心存侥幸 自认已经休息足够 驾车上路而据测 对不起让大家失望了 这回因为据测同车的吕正如 被球团裁罚50万元 他也发出道歉声明 承认自己未尽义务督促他人 许行接受一切惩处 近期球员丑闻一起接一起 已经有这么多前车之鉴 提醒球员得更加留意自身行为 偏偏就是有人不爱惜羽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